跟葛宏妇女党来跟我们分享一个特别的议题 那我想我们华人的移民历史是一部很长的血泪史 那这个历史我们大家都可以研究 其实是非常的精彩 那21世纪呢 我们的华人已经在海外有将近5000万 有的数据甚至说超过5000万的华人移民了 是世界上最大的族群的移民 这也是一个趋势 趋势由南移向北由东移向西 所以在全球化的这个议题当中的华人在福音上面 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所以我们也不要轻看我们这个华人移民教会 在各个地方所要扮演和承担的责任 我们知道我们在各个国家都会在很多城市 曼切斯特啦 伦敦啦 甚至西班牙 马德里到很多地方 泰国 我们去过很多地方 Melbourne哪里都有Chinatown 包括我们洛杉矶也有Chinatown 都会有一个天下围攻的这个牌坊 那我觉得中国人的心胸是很大的 我想全世界应该都是我们的教区了 那我们东西文化是有很大的差异 拿筷子吃饭 用刀叉吃饭 这都是很不同的话 好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 By the way我们今天神实在很大的恩典 我们有90年的后 80年70年 56年到30年的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我们有不同的这个Generation在我们当中 那这个信仰就是代代相传的 我们希望后继有人 好把下面时间交给葛牧师 跟葛洪传道 By the way我们恭喜他刚刚从 他的神学院毕业 专修教募辅导 把时间交给你们 请解除敬意 好 弟兄姊妹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个特别邀请到特别来宾 我们葛洪传道 Rebecca小姐 跟我们一起有一个针对第一代跟第二代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怎么样子 能够work together 能够一起合作 一起配搭 帮助我们了解第二代 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来带领第二代进入这个第一代的这个教会里面 我想我们身为我自己身为这个所谓的第一代的移民 那么在第一代的移民教会里面 在整个北美甚至我想在欧洲 在海外的华人教会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我不晓得其他地方 但是以北美来讲 以北美来讲 那么这个整个移民的教会 现在是在老龄化 也就是说 中间当然有一些的因素 但是 这个老龄化的一个结果呢 那么就形成 年轻人就比较越来越少进来 那么所以 我们的下一代的工作 就变成是很重要的 否则的话 我们就变成是没有传承 那么第一代的这个移民教会呢 因为顾及到下一代需要 所以会有另外英文的这个语言的堂会 甚至像我们教会三个堂会 又有国语 又有粤语 又有英文 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 在一起怎么样子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言 怎么样子能够一起的配搭 让我们下一代感觉到 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 是可以能够有它的空间 有它的这个成长 那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整个北美的教会 我们可以看见 在过去这些年来 很明显的就是第二代的在流失 第二代的在流失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topic 虽然时间很短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cover 但是我们尽量希望能够听听我们下一代的心声 好 那在这个地方我就跟这个 葛鸿我想我们要有一些的用这个问答的方式 用问答的方式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想要请问你 我想请问你 就是说我们这个所谓的迁徙世代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Z世代 那么他们的挣扎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讲到这里我稍微要提一下 就说所谓的迁徙世代 那我像我们这一代的 像我这个年龄的话 我应该是属于这个婴儿潮的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要婴儿潮 那么接下来婴儿潮下面就是所谓的X世代 X 那X世代就是所谓的1965到1980这个年纪的 那么X下来就是就是YC世代 Y世代就是1980年到1990年代 这个这个期间的人 那么Y之后呢就是Z Z就是1995年到2005年 大概这个年龄层 所以你看了这个年龄的话 你自己可以对照一下 你是属于哪个世代 我相信我们这边可能大概比较多 都是婴儿潮世代的 那葛宏你是属于这个 Y世代 你是Y世代 所以他非常有资格来谈谈 这个Y世代的 那么也就是千禧世代的 跟这个Z世代 就是比你们更年轻的这一代 你们的挣扎 还有你们的问题是什么 谢谢 所以对 我是那个Y世代 千禧世代 我们现在就是叫成Millennials 英文是Millennials 那常常你会听到Millennials 怎么样怎么样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有年轻的 更年轻的一代出来 就是Z系代 就是我们叫这个Gen Z 所以我就会说Gen Z 那我觉得可能我 我不能说所有人都是这样 但是我来看出来的问题 或者一些挣扎 是就是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 对于尾声 跟你们前一辈的这个理解 是有一点不一样 对我们来说 你要长留在一个公司 在一个教会 或者甚至你跟别人的关系 没有那种同样那种观念 就是尾声的观念 比较会想到的是 这个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 这个对我来说会有什么帮助 怎么帮助我的事业啊 或者我的人际关系啊 等等 比如说我看出来在公司上 有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同事 我们在看别的人的resume 他就看哎 这人的工作经验 每一个地方都是一年到两年 一直跳跳跳这样不好 那我心里面在想 但是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后 你会看到很多年轻的人 他们的经验都是这样 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 他们不会像前一辈 二十年三十年 想要在同一样一个公司 甚至有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同样一个pattern 在教会里面也是 我觉得这个牧师讲到不好 或者我跟一个人有什么冲突 比较容易就可以离开 那也因为我们在媒体中 长大网络上都是常常在上网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专注力 也比较短一点 比如说他们有很多研究 看出来说 Millennial就是这个迁徙时代的人 他们只能专注看一个视频 差不多十二秒吧 十二秒 对十二秒 然后Gen Z更是 就是更夸张了 才八秒 才八秒 对 哇 我们的讲道都太长了 所以 所以你 不是说他们没办法专心 只是因为他们 他们很习惯 东西都是很快 做事很快 然后你对一个东西的专注力 也是比较短 那另外一个也是 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的身份 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特别是我觉得ABC 在这里长大的 因为我们从小看到的电视啊 电视台都是白皮肤的人 或者金色头发 那但是我们在 在这里长大 又看到我们父母亲 他们的文化 还有这里的文化 是有很大的差距 而且我们长大过程 大部分都是会用媒体 来跟别人比较 所以我们很很很看重 别人对我的看法是什么 而且呢 我能我能给别人看到的 我是什么样的我 那这个我呢 都是在媒体上播的 比如说脸书 Instagram 现在也有另外一个叫TikTok 你有听说TikTok 真的 因为川普总统本来要敬他嘛 对所以 所以这些东西你天天在看 你可以看现在另外一个朋友在做什么 哦他现在在 我不知道他在笑意 那我现在在家里 我在上班 真的是我的生命太无聊了 所以有 常常天天有这种比较 所以很大的问号就是 Who am I 我是谁 但是我们这个年代又想要做一个很特殊 一个很独特的人 那你这样很难运 你天天跟那么多人比较 那么多有天才的人 我觉得也有很多别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心理健康是很大的题目 我们年轻人有一次有办一个活动 就是要讨论这个题目 那每个礼拜他们 差不多以前的那些我们的团体会有15个人吧 但是一有这个题目就有很多人来参加 现在年轻人很想要听到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 或者正式 Black Lives Matter 政治方面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这一类议题他们很关心 对 常常也会谈到Trump 拜登这些 都是对年轻人是 觉得蛮重要的题目 也是对于一个基督徒 我们也是很想要知道 我如何跟我的同事 我的朋友 我的同学 讨论这些问题 我怎么做一个基督徒 我知道圣经说的 但是也没那么简单 你不能只说这样 圣经说的是这样 对我们来说 这个年代来说 你不能只是这样跟他们讲 他们不会理解 就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 judgmental Christian 所以这些是其中一些 一些我们在想的 在挣扎的 在面对的问题 社会上的问题 那么既然这样子 你刚才提到很多的 真的是很重要 对我们特别是 做父母亲的第一代的 我们很需要了解 那即使是在美国 我们可能你在这里练书 那么一直到现在 在美国居住了30年40年 但是可能那个 这个两代之间的那种差距 还是存在 所以你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子 才能够拉近这 拉近这两个世代的差距 甚至能够让这个两个世代 能够真是有一个很 很好的一种的互补作用 你知道吗 我有问一些朋友们 在你生命中就最有影响力的 就比我们年纪大的人 他们是怎么跟你 建立这个关系 所以很多人都是说 我的朋友他们说 关系是最重要 relationship 你真的是需要有一个relationship 所以在我们 我们的观念不是 你比我 你年纪比我大 我就尊重你 我知道前一辈子是这样 就是很会 就是尊重体会到长辈们 但说实话 我们这一代 有一句就是 respect is not given it's earned 就是说 尊重不是 就是给你的 尊重是赢得的 对 你不能想 我比你年纪大 或者经验多 我只被你 或者我给你讲什么 年轻人就会听进去 其实最容易的方式 就是你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 建立关系 对 对 建立关系 然后 然后呢 怎么做呢 就是找他们吃个饭 或者喝个咖啡 跟他们聊聊天 问问题 听他们有什么想法 听他们在挣扎什么 不只是对他们讲话而已 对 所以我要常常请你吃饭 我们常常会一起吃饭 常常在家里面都已经在吃饭了 对 或者邀请他们进去你的家里面 让他们看看你跟你的妻子 或者你的丈夫 你们是有什么互动 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们 让他们看中 how do you live life 你怎么活出你信徒的生命 对 那另外一个也是 也就是需要有谦卑的态度 这两方面都需要 但是我觉得 有时候年轻人会觉得 上一辈对他们说话的方式 或者对他们的看法 还有态度 特别上 就是我们看新闻都知道 很多人对millennial 这是我这一代的看法不太好 比如说就是说你们是 太不会 就是不会受 没有受过苦啊 草莓族 草莓族 我常常有听说你们是草莓族 那当然我们也承认 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这些缺点 但是我觉得上一辈 可以很鼓励年轻一辈的方式 就是也是带一个学习的态度 也是 也是看出来 我们从年轻的一辈 也可以学习 他们也有他们的辛苦 他们有他们的重担 比如说我有个朋友说 我不会听一个人跟我说的话 如果我真的是很确定 他没有走过我走过的路 就是意思说他不理解 我挣扎的什么 他不理解我 我要面对的困难 他没有student loan 他不需要付 我需要付我这些贷款 他怎么理解我在想什么 所以我就想到说那么就好像说 有时候我们会说你看以前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好像感觉你们就不是很 好像不很认同 我们又讲这些以前我们怎么样子来跟你们比较 是不是类似这样子 其实对我来说我是很喜欢听 就是我喜欢听你们的故事 但是当他们分享完 你不要立刻就说我以前怎么怎么做的 就可能说先先有一点 哦这样应该是蛮辛苦的 那你是你在这个这个情况下 你是有什么考虑 你有什么想法 然后也可以说那以前我的故事是这样 当然我们是想要听的 但是不要立刻就把你自己的经验放在他们经验上 先了解他们 他们成长的过程 他们是怎么发展的 他们对什么在历史上 什么事情或者有些想法 什么会影响他们 让他们今天变成这样的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再分享 因为我像一个朋友说 他说如果我跟我妈妈讲 你要移民去个国家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 这样也不太合理 因为我没有我没有这种经验 我凭什么跟我妈妈讲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他们很看重是 觉得一个人可以理解他们 或者你没办法理解你问问题 然后你可以就是同情他们 他们这样就会感觉比较安全 也会比较想要听你要说的 就说我们这个第一代的父母亲 第一代的这个教会的领袖 我想我们需要学习 不要把年轻人把他们当作是小孩子 他们不懂事 他们没有经验 他们不成熟而是把他们真是当作是一个 当作是一个人 当作是一个跟我们是同等的 他们有他们的优点 我们也学习需要谦卑的去了解他们 我们才能够赢得这个关系 也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他们的帮助 好那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下 在这个在这个 就是说 在圣经上里面讲的说 这个好像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要在言语行为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那可是呢 我们我们作为 我们作为这个第一代的这个父母亲 跟我们这第一代的教会的 这个这一辈的 我们刚才提到说教会 现在年轻人在在流失 那为什么呢 我我常常听到这件事情 不仅仅是别的教会 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 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下一代 ABC 他们跟着父母亲一起到教会来 但是一旦到了大学 甚至有的更早出高中 他就不来了 那么他这个到了大学之后 甚至就不去教会了 甚至就是有的就是 即使是大学参加团契 大学毕业之后 他也不会回自己的母会来 那这种情形 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他 那我们怎么样子来培养教会的 下一代的这个年轻的 自己的领袖 这个是蛮大的问题 那我当然我不觉得 我有所有的答案 但是我我可以说 可能有几样能做的 首先我觉得是 当你看到你你的年轻人 你有了现在有的年轻人 你要看出来哪一些 哪一些你要看出来 哪一些是可以做 下一代的领袖 领袖很重要 所以当你在找领袖的时候 你要看出来每一个人 他们有什么潜能 那你你找到这三个人 说不定是三个人 你有个二十个二十个年轻人 找到三个 那你就可以帮他们 你要看出来他们有什么优点 每个人的优点不一样 那当你你找到了 你可以把他们带进来 跟他们一起谈 我觉得 给年轻人意向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要培养这些领袖 就是你要自己带他们 第一你要跟他们建立这个关系 就是这些未来你看出来 能带领这个 这个年轻人的群组 里面这三位或者四位 或者不管几位 那你要看出来他们有什么恩赐 他们的个性是什么样 比如说一个人 可能他是很好奇性的人 他比较能想出不同的ideas 那你就让他发展 在开会的时候 或者你跟他one on one 一起meet up的时候 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 你觉得我们应该有什么活动 或者你觉得我们在哪方面 可以让我们的团契 每一个人觉得比较 比较被欢迎这样 或是另外一个人 他很会欢迎别人 他很会建立关系 那你就让他开始一个 welcome team 这些都是需要训练的 反正就是你要选 找几个人 看出来他们的恩赐 然后跟他们讨论 鼓励他们 真的是让年轻人听说 我在你里面 我有看到这些恩赐 我有看到神 把你创造是一种 什么样的人 其实年轻人 如果你鼓励他们 如果你真的是 然后很具体的说 我看到你能这样做 他们真的是会被 就是很被鼓励 然后他们这样就可以 往前跑 所以这就让我想到说 其实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那么应该让年轻人 有更多的机会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葛洪传道 曾经在我们教会 帮助流通牧师来翻译 这个 这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能够有 更多的年轻人 培养他 那么不单单是做翻译也好 或者是带敬拜 或者是做这个教会的掌职 我想让年轻人 他们感觉到 在教会里面 有他们的一个成长 或者服事的一个空间 是不是 是对对对 然后其实你让他们发展 不代表你们没有参与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 也需要记住 很重要的是 他们也需要前一辈 给他们的辅导 所以比如说我那时候 帮流通牧师帮他翻译 其实我觉得很好的也是 翻译完可以有一个人 跟我一起讨论 你这次感受是什么 你觉得你在哪方面可以进步 你觉得你在哪方面做得很好 然后呢 辅导我的人 之后也可以说 那我有一些 我想要给你的一些提醒 或者你的意见 然后可以一起练习 那我们再set up 我们再安排一个时间 我们一起认识吧 那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不是 你就是年轻人来出去做 但当他们到了一个年龄 然后经历过了 经历过了 你就可以让他们 但是其实很重要也是 我觉得上一辈带 带下一辈 对 上一辈带着他 不是就 不是说就是 不让他有机会 也不是说就完全丢给他不管 对 对对对 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这一辈很想要很渴望的是 我们也需要 我们很想要mentor 就是所谓的这种 门徒带 门徒制 师父带门徒 所以这也是我想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国语堂是一直在做这个了 但是如果是像英文堂 也能够有这种所谓的门训 这种连长的带着年轻的 或者是信仰比较久的 带着信仰比较浅的 我想这是会非常好 对对对 好 那么时间的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就是来探讨 也就是说 那么在这个两代之间 在两代人之间 在你这样来看 你觉得 就是说我们 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来 让我们下一代的工作 这些年轻人的工作 能够不会流失 反而可以能够吸引他们 因为你知道 他们比较容易去找 纯粹讲英文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 我们不能够说 我们今天不要这个英文了 那所以我们要 让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年轻人 要让他们更多的参与 那这个你不知道 你有什么建议 我可能有几个建议 比如说我觉得现在 第一个关系很重要 so connection 不只是我跟你的关系 而是这个每一个人 他们有没有觉得 我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在这个小组里面 我在这个团队里面 我有没有我觉得 很靠近的人 我可以信任的人 每一个人需要至少 几个人 不是每一个人需要认识每个人 但是如何让这个团队 我们很喜欢 team 我们很喜欢有一个team dynamic 不只是我个人 虽然我们是很个人主义的 但是是team 我有没有觉得 我在这里有belonging 我有没有我的 我的 有没有归属感 对对对 所以怎么让他们呢 就是当然可能要有 比较有一些创意 比如说你要找出来 他们喜欢做什么 他们有什么兴趣 透过这些兴趣 可以建立关系 那当然也是另外 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你可以带领他们 可以有上一辈辅导 或者带门徒 这是也是很好的 那下一个呢 也是我觉得有热情 热情 对因为年轻人 他们我们这个年轻人 这一代是非常对社会上 或者最对也是对属灵上 就是很想要看到 我在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我不想要就是平平淡淡的过去 然后就赚钱啊 然后做我的好玩的事情 然后去去vacation这样而已 No actually 其实我们这一代是很想要 make an impact 就是说对这个社会 对有这样子的一种影响力 对 我们真的是很想要看到有影响力 所以我们是很想要看到有vision 你们有意向 有意向 对 真的是很有意向 然后这个意向 我在里面 我怎么能参与在这个意向里面 然后呢 不只是你在教会里面的热情 他们也会看 你在你生活上 在你的 maybe你在上班 或者你在你家里面 你怎么活出来这个基督的生命 OK 好 谢谢 我想刚才这个洪提到了很多这个东西 简单的来说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年轻人的心声当中 让我们看见说年轻人他需要有关系 有关系就有就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这是我们常听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跟他没关系 就算你是他老爸 他也不会听你的 就算你是他的牧师 他也不会听你的 所以他需要你跟他是一个关系 有有爱的关系 有好的关系 然后你可以带领他 可以教导他 那么所以呢 年轻人也希望能够有意向 那这个意向呢 我就想到说 其实为什么我们看到年轻人 很多的年轻人去参加这个inter-cp的短线 虽然他们有一些的做法 也许是比较激进一点 但是有一点吸引年轻人 就是说他们让年轻人感觉说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来影响这个世代 所以你看他们年轻的就上台去带敬拜 就出去短线一年两年五年这样子的 而且带领他们的这些的都是一些年轻的 不是这些五六十岁的这些年长的人 都是那些年轻的leader在带他们 所以我想这些也都是值得我们的 特别是我们今天华人教会第一代的 这些的教会的领袖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来成全帮助我们的下一代 让他们不仅仅是不会离开教会 并且能够在这一代 在我们这一代里面能够接棒也能够传承 好 好 对不起 我想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是亚洲人可以学的 亚洲人 对 就华人 我觉得上一辈因为从中国来中国台湾等等来 是很看重就是面子 面子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年轻人年轻一代是很看重 你可以authentic就是你可以很真实的说我有什么软弱 他们不想就是我要做一个很完美的人 比如说我完全都是A 我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年轻人是真的是想看到他们的领袖 或者看到带他们的人 可以很很大方的很有自信的说出来 我是有这个 maybe这个增长 但是呢 但是神怎么帮助 但是我怎么怎么走过去也是可以这样说 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要只说啊 我什么都很好 你也可以这样很好 他们压力就很大 是 对 所以你最近就让我想到说以前我爸爸 也常常跟我跟我们讲一句话 他说天下无不适的父母啊 所以我从来不听 没有听见过啊 他他说他自己这个不对 或者是道歉 从来没这回事情啊 那所以可能我们这一辈的也受到我们上一辈的影响 虽然我当时也不喜欢 我也觉得说你不可能没有错嘛 你为什么不认错呢 但是我就想到其实我们也不知不觉受他们的影响 那可是现在你们这一代可能对这种是会更强烈的一种需求 他不希望看见一个只是好像是一个所谓的法利赛人 这个假冒为善 希望是一个很真实的 他也有软弱 他也有挣扎 他可以让我看得见 就算你是我的父母亲 就算你是我的牧师 你也能够让我看见 你也挣扎 你也真是软弱过 那么这样子年轻人他会觉得 他更能够去接近 去接受这样子的领袖 是不是 好我想感谢主啊 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很有限 这个这个topic太帮太有帮助了 谢谢你啊 这个年轻人啊 这个没有你的参与啊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就失色许多啊 所以我们我们给这个葛宏传道一个热烈的鼓励啊 葛牧师 好我们谢谢我们谢谢葛牧师跟葛宏传道 好像这个反应太强太好了 有人有有有有有有问题是不是 是 那我现在可不可以代表教会邀请 葛宏传道来申请我们教会的青年牧师 哇 你已经这个有offer了 好 那我们 我们谢谢葛牧师跟葛宏传道 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啊 我想21世纪海外华人移民教会的突破 就是开始有对话 上一代下一代 我们的更新就是合一 合一就带来更新 我们的契机就是有传人 有接棒人啊 然后我们的曙光就是我们的棒子交的出去 不管是欧洲的教会 美国教会各地的移民教会都需要有接棒人 不然我们的教会就成为欧洲那些华丽的教堂一样 到一定的时候就关门了 就成为观光地了 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继续栽培年轻人 起来接福音的棒啊 我们需要年轻人啊 我们也很爱年轻人 好 我们今天的上午一下子 咻的就过去了 很抱歉啊 我们今天只能够提供虚拟的午餐 请高牧师给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虚拟午餐是什么 三明治跟龙虾啊 好 好 我们休息三十分钟再回来 下午见